中国用美人计对韩渗透 韩国个别媒体为什么如此抹黑中国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韩国媒体为什么会产生分歧 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近日韩国媒体正在炒作 称我国利用美人计方式对韩国进行渗透 并试图一次感涉韩国内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在不久以前 韩国个别媒体就已经对我国进行抹黑 还指责我国在韩国首尔设立什么海外警察站 而如今,韩国个别媒体再次炮制出所谓的美人计 真是想象力十足,从头到尾都是胡编乱造 对于这件事,我国外交部第一时间 就对韩国个别媒体进行了严厉的驳持 并指出韩国某些媒体是故意炒作抹黑中国形象 想借此毒化中韩关系民意氛围 相信韩国民众能够明辨是非 对韩国个别媒体这种完全是子虚无有的炒作 我们必须了解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韩国个别媒体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无端炒作 又有什么目的呢? 很显然,这和中韩风向的急剧变化 以及新上台的尹西岳政府推行的亲美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鉴于尹西岳政府总想着一边倒向美国 这也导致中韩关系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 从而给了韩国一些个别媒体抹黑中国创造了条件 在一些分析来看 这些韩国国内炒作中国要干涉韩国内政 并且无底线对我国进行抹黑的媒体 大概率是一些亲美的势力 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理解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们不断编造出一些谎言 轮番对话发难 一回声称我们要在首尔设立海外警察站 一回又声称我国利用美人计对韩进行渗透 真是越编越离谱 越发没有底线 然而就当韩国个别媒体不断造谣污蔑我国的同时 韩国的主流媒体却向我国提了个奇怪的问题 近日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 韩联社记者就我国外长是否有计划访问韩国提位 虽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并没有对此透露太多的消息 但韩国媒体有意炒作我国计划 访朝这一消息 在韩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舆论 有韩国民众认为韩国媒体一边抹黑指责中国 一边又追问中国外长是否访韩 这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态度 意味着韩媒内部或许产生了分歧 但有意思的是 造谣抹黑我国的是韩国个别媒体 追问我国外长是否计划访韩的是韩联社这种主流媒体 因此可以说韩国国内的亲美势力 不过是一些少数派 大多数韩国民众还是愿意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 加强合作的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回答韩国记者的时候 并没有明确表示拒绝 只是提到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最为关键的是 是我国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强调了中韩式禁令 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韩两国保持友好关系 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 由此可以看出 韩国国内一些亲美的势力 希望通过造谣抹黑中国这种卑劣的手段 来损害中韩两国关系 是注定难以得逞的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